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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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到這個星期又見到 今天我們旁邊有位嘉溫 大家都見過了 Kathy 劉亞玲 其實為何今天我會請Kathy上來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大家看新聞 近一兩個星期就看到 有一個地方 又被CNN GO選了 做這個十大很值得 去的街市的香港 在誰呢 嘉涵街 雷天市集 嘉涵街這次CNN GO 選了香港十大最值得去的 市集的第一位 其實我知道Kathy 你一直都做了很多事情去保留 市集的事情 是嗎 去爭取保留 去爭取保留 因為我記得 我們去聯合國家分文組織 在河內 河內那次其實就是 剛剛就是講你們的 那份就是嘉涵街 當時Leslie就講 尖沙咀巴士總站 我們那一組就是講 嘉涵街路天市站 我們大家都覺得其實這兩個地方 都是香港一個很重要的 是一個我們歷史文化的景觀 以及我們很重要的地方 是的 因為其實 那時候我們看回 兩個地方都有一件事很特別 很尤其就是 是見證著普通平民百姓的生活 很多人用的地方 是的 很多人去 每一天會經過 要去買東西 或者要去總之要步行 在那裏經過 乘車買東西 總之這些生活 那街市來說當然是重要 其實嘉涵街的重要性 去那個地點 正正在中環 一個頗中心的地方 無論是住在附近 甚至是在半山上環的朋友 要去那裏的時候 另外就是在中環上班的朋友 都很需要這個 嘉涵街路天市站 甚至那些在寫時樓上班的人 吃午飯的時候 都會去嘉涵街吃午飯 是的 因為那裏我記得 有幾個大排檔 好像以前 現在好像剩下就是蘭方園 不是 現在還有 有 其實在士丹尼街 大排檔街 如果你說上到結智街 是 蘭方園還在 其實是很熱鬧的地方 雖然大家都知道市區重建 其實是很切實的 影響嘉涵街 很多店舖 其實因為被事件局收了 那個物業之後 都關掉了 是的 其實我很記得 有一次就是 你們做了一些獨立影片 就是在街市街的晚上 在街上播 那次又來看 就是好像那個是和昌 是不是和昌 和昌 不是和昌 很熟悉 拍了幾間 永和 其實永和 現在已經不在 是的 關三 關太都退了休 以及被人收了舖 有拍過在街店 賣菜的Christine 有做過麵店 那些地方 其實那一塊是很有人氣 很有人情味的地方 我想大家現在 越來越覺得 應該珍惜這些地方 是的 因為 好像我們說 去教科文組織論壇 其實這些市集 被人看到 是很有生命力的 其實外國很多的學者 他們都覺得 這件事很值得去保留 去怎樣去 令到它可以繼續 在這個城市裏面出現 但是不知為何 我們香港政府 永遠就覺得 好像街道 就一定要是很乾淨 是不可以容許 一些小販攤檔 好像覺得是影響市場 但是其實 我相信現在全世界看到 趨勢根本就是 這些東西應該要留在 才是有一個城市特色 這是一個真正生命力的展現 其實過分的整潔 過分的規範 跟去購物店有甚麼分別呢 我不想去購物店 因為香港太多千篇一律的購物店 但是在嘉涵街露天市集 我們看到 是一個由歲月沉澱出來的 一個露天市集 百多年來 它一直改變下去 其實是你看到整個歷史 還有大家想回 平時我們看電視台 很多時旅遊節目特輯 很多時主持 和大家走完購物以外的地方 是會特別走到街市 去看去拍攝 你會否發現 我自己如果去外國旅行 我都喜歡去街市 我不知道你 我覺得街市是一塊 你看到當地人怎樣生活的 一個很真實的地方 你會看到當地人吃甚麼 他們會買甚麼 水果 吃甚麼肉 所以在外國很多街市 跟香港一樣 都是很色彩很漂亮的 而且你可以聞到氣味 看到那裏的人怎樣交流 是一個很值得去遊的地方 而且認識一個城市 我第一樣會去的地方 其實你問我會否特別留意街市 我會比較多 現在好像回到大陸 好像今年年後 我去過上海住過幾天 其實我住的青年女社 附近一樓走前大概一百米左右 其實已經是一個市集 一個街市 有熟食檔 有小販在早上買早餐 我其實幾早的早餐都在那裏解決 rather than走去麥當努 好棒又便宜又好吃又夠地道 連旅遊書都有介紹 是的 但是我下去看到這些特色 反而還感受到 即是我想去上海 就是看到當地人的生活 如果我走進一間大貨公司 超級市場 和我回深圳 走河馬 走華人超市 可能跟香港一樣 其實上海那些商場 可能跟香港那些差不多 漂亮一點都有 但是真正正我想去體驗 就是當地人他們的生活 因為我很記得有一個地方 在上海我也是很喜歡的 因為我十年前去過上海一次 然後十年後現在才再去多一次 十年前我去 很記得有一個叫老西門 有一個地方叫做 其實那時候那裏有很多舊的平房式的住宅 其實那條街 我記得那次我拍照 我坐巴士去到那裏 然後我不知道是什麽 我只知道那總站那裏叫老西門 然後下車 在那裏拍巴士 然後走走周圍 那些平房 早上一早很過癮 我看到整條街都是賣食物 那裏是熟食的 然後看到平房下面 那些人坐在路邊 然後那些蒸包 饅頭那些蒸籠 那些蒸籠 那些煙就不斷上來 那就是在籠裡 不是那條煙通 反而我覺得這樣 很有特色 就是好像我們想像中 或者可以叫做 是想想 咦 內地的地方的人生活 那些街道 我們有時認得 雖然說不是很漂亮 但是看起來 那種是一種生活的形式 去感受到 人家當地的人的生活 怎料今次我再去 再去那個地方 其實很多平房已經沒有了 有些可惜 其實加鹹街的 其中一樣很特別的地方 都是它整個範圍 都是一些堂樓來的 都是四五層 跟那個人的關係是很近的 我們叫做Human scale 四五層的堂樓 下面就是一些街檔 店鋪 又有你說的那些 比如手做麵 還在製麵 賣菜 賣水果 賣魚 整個街都是 亦有很多人去光顧 有菲傭姐姐 有些放工去光顧 實在是一個城市 一個裡面最有生命力 最有感覺的地方 我覺得 雖然我很珍惜加鹹街 但是無奈 我們的城市 就要用一種 推土機式的方法 去發展 去做市區重建 加鹹街雖然比CNN高 選了做全香港最有吸引力的露天市集 但是我很擔心 在可見的將來 市區重建下 就會變成高樓大廈 其實有一件事 我覺得加鹹街為何會這麼特別 跟其他街市 因為我自己小時候 我其實是住深水埗那邊 小學當時 我活動的地方 其實主要都是一個 宇宙街那邊 我阿公就住那邊 我小時候要幫學 去那裡 等到晚上家人去找 我有時 星期六天 又會去阿公到他的家 很多時候 有時坐在那裡換 就會走下去走 下面就是北河街街市 其實那裡也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北河街 因為其實那時是80年代 反而都沒有現在那麼貧窮 在深水埗那種感覺 還有沒有那麼多印花籍人士住 因為那時真的更加是地區 其實我媽媽都是做小販 做賣水果的 他有個綠色排檔在深水埗 所以我印象都很深刻 就是我小時候 會去他的檔那裡探望他 我就有三果吃 是很好的回憶 因為那時我記得 那裡下北河街 其實有一條宇宙街 分開了兩邊 很奇怪 然後由地鐵站一鏟出來 已經是北河街街市路邊的攤檔 那邊比較少買濕貨 乾貨為主可能買鞋 或者一些日常用品 毛巾那些 然後再走過了宇宙街之後 就開始有做粉麵的檔 我記得 然後又有一些賣梳果的檔 然後還有其實在這裏這麼大 連在北河街之外 其實旁邊去到桂林街都是一樣有街市 那類什麼藍貨店 那些 海鮮檔全部都有 再過多一點 回到宇宙街 其實還有一兩間比較特別的店 好像是做附足的 其實整個街市 它又不是好像一棟建築 去佔領 當然它有一棟市政的大樓 北河街有一個 但其實周邊都是一個街市 反而不會互相說 外面搶了入面生意 入面搶了外面生意 是不會的 很和平的 反而是很有條理的 因為其實街市 或者街本身 是公共空間 是一個公共空間 人呢 你走在裏面 基本上你可以自由自在 你喜歡做什麼也可以 即是你停在這裏 跟當犯聊天也可以 或是你跟朋友在這裏聊天也可以 買東西也可以 應該是一個自由自在的公共空間 就不同我們現在的商場 你坐下都不行 一定要一路去買東西 那個分別很大 所以為何我覺得街市 這麼珍貴就是這樣 不是 我記得這麼多年 我那時候大概 應該都是二十多年前 到今時今日 再走在北河街那裡 其實現在還有一些店舖 可以留下 因為可能叫做 不幸之中就不幸 因為那邊的樓 就暫時未被一些發展商看重 市建局又未來 市建局移動了海壇街那邊 就移動了荔枝角度以西 這些地方 荔枝角度以東的地方 暫時都叫做還未淪陷 所以其實那裡還有一些店舖 可以這麼多年都留在那裡 有時候走回去懷舊 也挺個人 還有附近 還有其實說說市集 如果我們只是計劃買常用品 就這樣計 但是剛才說北河街 剛剛出地鐵 其實已經是鴨寮街 如果連鴨寮街都計算 這個市集我想香港 很厲害 是沒有第二個市集可以這麼齊 電訊也有 然後剛貨也有 濕貨也有 便宜 便宜 甚麼都可以賣 甚至二手電器也有 很奇怪 這個可能跟嘉咸街的分別 就是它甚麼都齊 CNN GO有沒有選這個 反而沒有 這個其實很有趣 因為外國人他們比較少 會真的走到深水埗 有都去了黃金那邊買電路 出名這件事 反而就會少了走地鐵站的另一邊出口 鴨寮街其實很有趣 鴨寮街其實也是很有趣的一個地方 但是CNN說到嘉咸街的特別 其實另一件事 為甚麼跟其他街市不同 就是因為它在斜路 當然 因為我們中環以至上半山 基本上都是在斜坡上面 所以如果你去到嘉咸街 你看它那些綠色排檔怎樣建 其實它就是就著斜坡而建 依山而建 是的整個設計 整個構圖你們很小心地看 還有如果你在嘉咸街那裏 滾了一個橙 你就要跑下去 就是最距離要去山下執 所以本身因為地理的特色 譬如每一晚大概7點之後 他們洗地很特別 水一直沿著斜坡 這樣做下去 這也是這個街市的特色 也曾經有些當犯跟我講過 在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譬如打風 即是很大的風災的時候 如果下大雨其實都很厲害 在那個街市 那裏面是瀑布 那裏面是瀑布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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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面的貨物就隨時衝進去 那裏面是要做很多事情 要搞定 但是它是一個很特別的記憶 由於這個街市在一個山坡上建成 那裏面是整個人流 怎樣走 還有究竟它是連結著 城市的兩個不同地方 上面是一個住宅區 下面是一個金融中心區 那裏面一定會經過這個街市才下去 所以變成了加銀街為何這麼熱鬧 就是它那個地位是很重要的 所以其實我想問一下 現在事件局那裏的情況 去收那裏的樓收成怎樣呢 他們還可以看多久呢 其實事件局已經收到 我想七七八八了 它現在那個重建的方法 就說它會分三期重建 它首先會做了中間那一節 即是加銀街那一節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去到加銀街 其實就看到開始搭一些的構圖 它會整個蓋在上面 就開始拆樓的時候 大家可以想像其實都真是鬧鬧的 可能是年底 估計是年底 都擔心其實到時那些 譬如在街檔那些小販怎麼辦 市件局就說有個蓋在那裏 他們可以繼續經營 我記得它那時有個故事 是有個這樣的蓋在那裏 但是大家都擔心 如果你整個範圍是這樣拆樓發的 一拆都拆很多間的 雖然說分歧而已 到時對於小販的滋擾 客戶能否忍受到呢 其實我們都要看他們怎樣做 因為有個蓋的時候 一定影響了一件事 通風線 剛我還可以用電燈去取代 但是通風就算你落多少把抽風扇 始終和你露天相差很遠 然後最大的事並不是人焗 是菜肉會變壞 豆腐如果這樣焗著 就會更加壞 還有沙塵滾滾 始終你怎樣包都好 所以說到尾 一個這樣形式的市區重建 其實不是那麽理想 尤其是你在一個 那麽有歷史悠久的露天市集那裏 你更加要小心 不應該以一個大規模的建設 因為他現在拆了這裏的舊樓之後 其實是會建四棟三四十層高的樓 有一棟就是寫字樓 兩棟就是住宅 一棟就是酒店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當拆了舊樓再建這些時候 即是我們原本很有特色的露天市集 其實蕩然無存 你留回那些檔 是你留回它在裏 但是整個街區的氣氛 環境 環境 那個感覺 你不可以再造出來 這些歷史地點 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那些整個環境 是經過年月沉澱出來的 你不可以拆掉它周圍 然後把它裝飾到好像一個舊的地方 其實不是真的好像雄仔街 以前真是一條那麼窄的 是很擠的 其實不是那麼理想的 但是當它去拆的時候 然後就把它搬去花園 搬去花墟那邊 但是那個感覺都已經不同了 那個人工搭出來的感覺很強烈 雖然還可以保留到一些人 但是在那個市中心突然之間 有些感覺沒有了 其實已經失色了整件事 所以我們講這一類型的 做民物保育 或者是保育這些舊街區 應該是要很小心去計劃 怎樣去更新它 可能是要用一種很慢 或者是比較逐步去更新周圍的樓 盡量不要做一個大規模的拆卸 建設 才可能有機會是留到這個街區 不如這樣吧 我們的時間是差不多 講到現在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繼續再談一下 在中環 講到一帶一些保育問題 好 回來第二次尖前故後 剛才我們在講家閒街 講到CNN GO 都這麼覺得推崇的一個地方 早前有一個地方 CNN GO選了反而推崇為 最令人失望的景點 香港竟然是中了一個 那個叫做什麼 星光大道 我回到尖沾嘴了 星光大道竟然是變成一個 最令人失望的 為什麼呢 人們投訴的是什麼呢 坐的地方不夠 讓他們走完休息的地方不夠 然後裡面的東西 其實跟電影的關係 不是太多 可能買幾個銅像 然後就已經叫做 沒有什麼的 其實那條大道 在地下打個手印 或者說一顆星在那裡寫著名字 連那個星光大道的一張照片都沒有 很奇怪 然後還有發生的事就是 在那裏 附近只有一些奢侈店 除了正常賣炮谷之外 永遠都是賣T恤那些 大家冷氣房 就是這麼多 被人覺得 那裏好像感覺 是純粹搶錢 是嗎 那些人說他搶錢 這些專程整出來的所謂的景點 其實他沒有一個文化內涵在裏面 純粹 如果你去到看看 沒有什麼 真的沒有什麼感覺 其實可以做得好些 不是不行的 但問題在於 如果例如要做多些剪板 長期又遮租這麼漂亮的維港海景 是 又很奇怪的 那我去到那裏 我只是看維港 那個比較吸引 維港海景 即是一年可能真的 是有一個地方 例如有時候電影他們 或者某些明星 可能說某些紀念日 那些人會特別去 他一去 但是真是過了 一年過了那幾個特別日子之後 其實那條路 現在只是淪為自由行 一個帶你去買東西 即那些內地同胞帶你去買東西 你一載一載旅遊巴 然後載到過來 就是讓你去自由洞半個小時 或者一個小時 叫做來香港看的東西 其實根本上 那裏是免費的 所以每個人都載過來 結果大家都知道 我們尖馬之星 一直跟進一件事 就是尖東 為何旅遊巴不夠包圍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這樣 我覺得沒有故事 我覺得 始終那條路是 如果你說有故事 故事永遠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我覺得 好了 我們走遲些了 我們在講尖馬 我們又跟了那麼久 這個也是瓶勵品種 現在政府最近說 罕顯 上兩個星期 大家都看過 我們有一集 會講到那個問題所在 但是 好了 我們在講這些 隨時 好像街行街一樣 被人推送 好像尖沙咀碼頭 巴士公站 被人推送的地方 竟然現在全部 都是一個 隨時被拆的命運 其實在世界上 好像有很多 這種事發生 Kathy 是嗎 世界上當然都有 但是我會看到 很多時候可能是戰亂 打仗內戰 或者是有一些轟炸 炸到一些歷史的物物建築 但是如果 政府是有心去保育一些地方 其實它有那個 觀念 就應該做得到 我覺得 香港尤其是 我們政府這麼富裕 我們完全絕對是有能力 去保育我們一些 值得保留的文化遺產 剛才你說的 芝麻 或者是嘉咸街 或者我現在 跟著的政府山 其實是一樣的 應該是香港來說 是一些很寶貴的文化遺產 但是奈何 我們政府不知為何 他們不理解到這件事 其實我做了幾年很失望 剛剛好像看到新聞 就說了一件事 就有什麼事 蘋果 Apple 就是大家用iPhone iPad那間 就來香港開一些 叫做旗艦店 就是一些專門店 他就解了在IFC 做他的那間店 但是那個高層 為什麼會選IFC 你有沒有看到新聞 沒有啊 為什麼 為什麼 他就說因為他來到香港 去找這些地方 哪裡做好的時候 他就搭了一艘天星小輪 過去中環 就覺得那個感受 給他很棒 所以他就 跟著一下船 天星小輪再加上 跟著一走來 有一個商場 在那裡 就想 就是要在這個位置去做 那當然 就是天星小輪 這件事就是我們香港 一樣很重要的 不只是交通工具 其實是我們整個 城市形象的 一樣很中心的東西 其實應該這麼說 他不只一個歷史的 我們一個活歷史的 還向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因為我們經常說 保育很強烈的一件事 是要留到那個生活 除了留到可能那個 有形的一件事 就是可能一個建築物 一部船之外 其實應該要留到那個生活 如果你是那艘船 純粹放在那裡展覽 是跟著沒有人坐到的 那有甚麼意思 其實現在天星小輪 那個乘搭率是怎樣 其實我也有些 就是見到 因為他在香港這邊 就搬遠了 就不是太方便 那你最懂的 其實現在天星怎樣 其實真的比未搬中環下頭的時候 是跌了也挺重要 那時候也說跌了十幾個百分比 變成其實天星小輪那邊 他們為何現在又說 就是分了兩次加價之後 加完沒了轉頭又說要再加 因為他那個人流的流失 是令到他維持不了 因為是微蝕的了已經開始 就像跟之前那些 就是剛剛打個和 其實那個情況是惡化了的 這個是事實 所以為何我們看到 就是如果我們經常說 要去保育一些東西的時候 但是當香港人自己口說 去保育 純粹想去看歷史 是星期日去博物館看看 這樣就死了 其實他星期一至五都要生活 等於都要吃飯 那些人都要吃飯 如果大家想想 我坐在中環在灣仔放工 在那裏做完事 為何大家不肯走多兩步 走到馬頭搭停船過海 你以為很慢嗎 但是如果在放工時間 你在灣仔過去紅磡地算 那段路塞車都足夠塞到你 已經你搭了停船過海 其實我喜歡搭船的 我很喜歡搭船的 只不過現在有個感覺 跟以前的天星碼頭比較 現在填海填了一大部分 要走出新的天星碼頭 其實由於填海工程 還在進行中 那感覺的確比以前難了 我當然是希望 多些人支持天星小輪 但是整個在中環填海的工程 還在進行中 那感覺跟以前的天星碼頭 在大會堂旁邊 整個環境緊構 是差很遠 我明白為何那時 要反對拆天星皇后 我也有反對 因為那時拆天星皇后 那些人還在說 留意說那棟很漂亮 是說一棟建築物 這樣去定一個單位 但是他們沒有想到 大會堂 黃河碼頭 天星碼頭之間 他們緊構的關係 甚至跟中環商業區的立法會 那些緊構的關係 但是這件事 不是正正我們現在政府 繼續怎樣保育 所謂的保育古蹟 他們那種思維 還是留於保留著一棟建築物 作為一個單位 而不是整個地境地境地境去看 那樣的建築 即外國現在的保育專家 已經說的是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那樣東西 就是城市歷史地境 其實這件事就是 整個整個地方 一個緊靠他們的關係去連結 當你去將一塊東西 在那個地方拿走了之後 那塊東西 就會變成可能失去了意義 例如當時拆皇后碼頭的時候 即是說 我們將來填完海之後 會放回它在那裡 其實真是失去了意義 你擺那個碼頭回到海邊 你可以說它繼續一個碼頭的分享 等於佈公碼頭 但是不要忘記 就是跟著它跟原本那裡那個地方 的連結原地性那個問題 其實不生不死 即是等於現在政府 說要拆遷收碼頭的巴士拱站 現在就算它拿了一個方案 叫60%去擺港場 40%給你做巴士拱站 然後再將你不夠擺的位置 擺出鑰匙巴 我先不講交通問題 跟著它就說 要在那60%的地方裡面 要擺卡火車 要擺一輛老的巴士 擺卡火車 是 擺卡火車 但好笑 有鐵路博物管它不擺 現在擺了在垃圾車的牆上 擺了10年 現在無故突然就拿出來 然後擺一輛舊巴士 舊巴士更好笑 發生什麼事呢 那些舊的巴士 它們的車身 是以木和鐵為主的 鐵不是說不鏽鋼那些 鐵你擺在海邊 大家想想會發生什麼事 這輛車現在可以走的 本身它的機件是可以走的 只不過它沒拿牌 所以就不會在這套街 手搖搖搖搖 但是那輛車是能走的 然後他還想大概怎樣處理 那舊巴士放在海裡 他甚至想找個 他說不怕的 我放在海邊都不會這樣瘋化 聰明 想著找個罩 這樣罩住巴士 放在海邊 很經典 去展覽 而且你想想 放完一個卡火車 放完一輛巴士 你那六成這麼小的地方 還有哪裡能走到人啊 他們就是沒有將人放在方式考慮 我經常覺得你剛才說的建議 首先將原有的巴士站撥到一邊 其實我很擔心會引起交通混亂 我很肯定 因為我真的數過車 肯定 因為這個站他們經常說 每一條線現在原本的線都回來了 但是我們有沒有留意 原來每一條線都只有一個泊車位 糟了 我前車未開 後車回來 怎樣呢 只有兩條線在那裏 接著它就泊在後面 旁邊 後面等 然後後面本來有些車上完 客人想走 又被你頂住 接著結果大家閃了在那裏 他們有沒有想清楚呢 政府提了 這樣做是不行的 這個交通問題你是解決不了的 會真的引起附近交通混亂 是不會令到環境好了 不如不要做吧 或者你就算真的要堅持去做 你都要起碼拿好一點的方案 才再出來說 不是的 跟著跟他說完之後 都是原封不動拿那一條線上去區議會 那班區議員 我們寫了那些問題出來 都質問清楚工程要搞多久 花多少錢未知 甚麼都未知 跟著就舉手過了 過了嗎 他議會過了是支持他的科共 但是呢 上到海濱事務委員會 連一些原本曾經可能是說 較為偏向是在一個廣場 將那裏拆了去廣場的人 都可能有一個質疑政府 你現在這樣搞不移 你這樣根本就是兩後不到我 不要搞好過搞了 都已經去到一個這樣的情況 但是政府堅持要去行憲 拿這個方案出來 但是有沒有做一個交通評估的呢 他沒有拿過一份這樣的東西出來 給我們看到 至少 因為如果以你那麼熟悉交通 或者我不是太熟悉 但你可以想像到混亂的情況的時候 大佬如果真的去做 一邊就擺兩輛車展覽 那邊就塞到懵 你說是多矛盾 最好笑的是說 現時他現在賣一些雪糕車 還有兩輛雪糕車的 有一個就是賣雪糕 賣給食環處抓的那個 朱珊 另一個就是富豪雪糕 其實那些車到時候 又不回到那裏做生意 那就破壞了街景 破壞了街景 他又不想 因為其實外國人來到香港 最喜歡看到這些東西 那裏其實應該要有這些東西存在 才是香港的感覺 那裏連五年 蘭和 那個是應該 中國蘭和 劉翔 劉翔來香港都懂得走去 尖馬做蘭港飛 我們之前講過 甚至到去年 那個亞視不是有一個 什麼感動香港的 損損的人 是說做了很多好事 請了一個嘉賓過來 那時美國也是去幫那些 在街上流浪的人 那個天使 連奧巴馬也見到他那位 是 他回到香港 30年沒有回來 又是說要 只認得這個地方來 特地要來打一打車 這些政府是沒有想到 其實別人是來香港 是 其實原來 就是 喜歡看回你真真正的 本土是沉著這麼多年 歷史 承載著這裏那些東西 甚至最好笑 我剛剛 收到一個消息 就是台灣那裏 有些朋友都知道 尖馬這件事 他們就說 會在一個 遊河 巴士河的活動 他們是會做一些片 拍攝和簽一個 一人一信 是跟我們香港同步一齊進行 就是反對這個政府去拆這個巴士公斤 你好像收了幾萬的簽名 是不是 那個幾萬是第二次的 因為我現在第三次行憲 我們現在更加大件事 更加難做 因為第三次 現在他說入了所有線 很多人就不知道 入了所有線的定義 原來是一線一站 一個拍位 純粹是不夠的 糊塵糊塗 可能信了政府那裏 所以我們一直 這幾個星期 又要很努力下去 很慘 就是人家驅選 辛苦了你們 還要在驅選期間 行見 諮詢期完結 11月8日 6日就是選舉日 是 是不是有心 這個肯定 我膽敢說 他是有計 就是想阻止我們 等我們找不到那些 區議員那些幫手 因為每個人都看著選舉 變成這件事 我們就說要告訴政府 不要想錯他的心 我們一定會繼續做 變成這件事 大家要留意 還有 剛才說了這麼多 其實還有加南街那邊 其實全部這些都是在危險的 就是一些是憑危的物種 好了 我們現在在世界上 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 怎樣去保留這些 有危機的一些股積呢 需要怎樣去做呢 其實我知道 Katie 剛剛去完一個 科院 就是在 多瑞與聯合國那邊 都有關係 是嗎 是的 最近我去了意大利 這是一個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由幾間大學 主辦 有一些國際保育機構支持 那個地方叫Ravello 其實在意大利南部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大家看看 山明水秀 我覺得這個位置好像是淺水溫 都是世界貴貴貴 我們去到Ravello 在一個歷史貴貴貴地區開會 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保育專家、學者 來自亞洲的 我是唯一一個 這次就回來了 是的 但有很多譬如中東、埃及、伊朗 美國、印度都有 北歐、歐洲很多國家 開了三天 我帶著我們現在很關注的政府山 去做了一個表演 其實我覺得這個反應是很熱烈 因為原來香港在世界很多地方 人的眼中 其實他們有一個很片面的形象 就是香港是一個很發達的都市 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就有很多的高樓大廈 摩天大廈 就是世人對香港的形象就是這樣的 但當我說到 其實我們都有很多我們很珍惜的 歷史文化遺產 有很多heritage sites 我就舉了政府山做一個例子 這個是自1841年 我們香港正文地開埠的時候 已經是劃為一個政府的中心的地方 經過現在差不多170年了 一直都是一個很核心的地帶 亦都是主宰了我們香港城市的 一個發展的地方 這個地方那麼有歷史 有誰想到政府會打算賣這個地方 給一個發展商 我們不是沒有錢的 政府現在大把錢 富房水浸 大把那裡不斷拿來派 都還未派完 你們簽了那人拿6000元沒有 未呀 但我有些朋友說 不如我們每人夾錢買回他 是的 我有個朋友真的有這樣的建議 而他說為何政府不珍惜我們這些東西 為何每樣東西都可以買 我去到意大利那裏 其實我就告訴他那些朋友 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 trace在1840多年到今天 其實政府山的發展 我想最重要的是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其實我覺得政府山 今天我們的政府總部 由政府山搬去天馬南 但政府山作為一個 我們過去一段歷史的 一個紀錄的載體 其實是應該讓我們保留下來 然後將它再想一個新的公眾用途 是跟市民分享了這個地方 而不是那麼單一賣給發展商 因為今天的時間就有限 但下一集其實不怕跟大家說 我們現在是錄影的 我們下一集會繼續再說政府山 我們下星期再見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